大家好,今天是美新时间10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援引消遣事称 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没有平息 北京正在考虑在明年3月前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并任命一位临时特首取代林郑月娥 直至2022年本届特首任期届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 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据英国金融时报,北京正在打算撤换林郑月娥 并由临时特首完成林郑原本2022的任期 一旦习近平做出这个决定,临时特首将于明年3月上任 报道还指出,主要可能的继任者包括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局长陈德林 或是前香港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唐一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了这一消息 华春莹在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 这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中央政府将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尽快恢复秩序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推特账户 星期三发出推文说,特首办公室没有回复记者就金融时报有关林郑月娥可能被替换报道的问询 香港商业电台星期三报道 林郑月娥办公室表示不评论揣测 而陈德林、唐一年都通过发言人表示 不会评论揣测相关报道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 特首缺位时应该要按照《基本法》第45条产生新的特首 并不存在委任临时特首到2022年的做法 她认为,如果金融时报报道属实 是当局严重违反《基本法》 分显是说,撤换林郑月娥代表北京某方势力的想法 但当局应不至于做出破坏目前限制的安排 消息没有确指北京某方势力细节 但是否会出现报道提及撤换特首的情况,变量很多 10月23日香港立法会召开大会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为这一极具争议的草案画上句号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之一 台湾案的主角陈同佳也表示,将前往台湾自首 陈同佳在香港被判出席黑钱罪入狱29个月 10月23日刑犯出狱 他出狱时,面对等候在监狱门口的大量记者表示 愿意为自己犯下的错而自首,返回台湾,服刑受审 22日,台湾当局表示 台湾检察机关要求派检警前往香港 压解嫌犯陈同佳到台湾受审 23日凌晨,香港政府发出新闻稿称 拒绝台湾政府去韩要求派原赴港压解陈同佳 并指台方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 新闻稿中还指出,陈同佳是台湾通缉犯 这次是自愿到台湾自首 他出狱后是自由人 特区政府无权对他施加任何强制措施 23日,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立法会 对媒体表示,台方就陈同佳自愿回台自首仪式上 不断改变立场,首先对陈做入境管制 之后却否认,也曾经要求港府在陈刑满之后继续扣押 明知港府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要求起诉陈在台湾本土犯下的罪行 他批评种种言论都反映台湾不负责任 认为如果这次未能品成公益 台湾政府需负上全责 在立法会上,李家超表示 今年5月27日,立法会预告在6月12日恢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 但因为公众意见分歧和出现矛盾 他于6月15日去信立法会主席梁金苑收回恢复二读预告 此后,港府也以多次表明停止修理工作 但为了更清晰明确表达条例立场 正式引用《义士规则》64-2正式撤回逃离草案 李家超发言结束后 民主党议员许志峰要求李家超澄清 他会否为自己的严重失当 引起社会撕裂,问责下台和辞职 李家超表示,没有补充,不需要澄清 现场民主派多名议员多次高呼 李家超下台,郑若华下台 后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将公民党议员郭佳琪逐出会议 会议暂停 立法会主席梁金苑表示 李家超的有关发言不容辩论,无需表决 至此,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正式,寿终正寝 中国央视和腾讯体育都没有转播 美国NBA新赛季的开幕赛 凸显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转发的那条 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推文 对NBA的中国市场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结束 10月23日,拥有NBA比赛电视独家转播权的 中国央视体育频道 没有出现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及多伦多猛龙队和新阿尔良梯湖队的较量 第二场比赛是洛杉矶湖人队 对阵洛杉矶快船队 央视观众在比赛时打开电视 看到的节目是武汉的军事运动会 让球迷们非常失望 央视没有直接宣布停播NBA赛时 但是在接下来一周的节目预告表里不见踪影 拥有NBA数字平台转播权的腾讯 则为10月23日的比赛提供了现场直播 有消息说腾讯出于业绩的压力 并不愿意停止转播 但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使腾讯陷入两难 最后才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 不转播开幕赛 但转播第二场洛杉矶快船队和胡人队的比赛 在其节目预告表中 休斯敦火箭队的赛事也被排除在外 莫雷发表推文引发舆论风波之后 腾讯也表态暂停转播这支球队的比赛 国内电视虽然不能转播 但很多球迷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收看了首场比赛 到确定腾讯将转播第二场比赛后 多数球迷才打开腾讯频道收看 有意思的是 CCTV和腾讯对自己不转播的事情只做不说 而NBA对此也保持接默 路透社说 这三方对他发出的采访请求都没有回应 观察人士说 这或许显示 各方都不想让这场爱国口水战升级 等待机会化解这场危机 根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10月22日 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泰勒 在一次不对外听政会语出惊人 非常细致地描述 总统川普如何扣住乌克兰军援 以施压基辅当局调查自己最大的政敌 一起具高度说服力的证词 让弹劾调查愈烧愈望 泰勒作证说 他得到的讯息是 乌克兰所想要的一切 无论是川普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一对一会面 还是数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都仰赖于基辅当局对外宣布调查 一是拜登四子亨特任职的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二是乌克兰疑次干预2016年大选 根据泰勒的15页证词 他所描述的压力 大多来自不寻常的非正式管道 包括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他久约传简讯给美国驻欧盟联盟大使桑德兰时说 我们现在难道要说安全援助和白宫会面的条件是 乌克兰展开的调查吗 泰勒稍后向桑德兰更明白表达他的保留态度 为获得政治竞选活动方面的协助 而扣住安全援助 依我之见实在太疯狂 泰勒本人早已退休 其大使一职只是前任大使约万诺维奇 已被朱利安尼以留言 在2019年5月赶走后的临危受命 他是军人出身 曾派驻阿富汗伊拉克 他也曾于2006年任驻乌克兰大使 此等军方背景加上曾受命共和党总统 使其指控更具说服力 连华盛顿检查者报等保守派媒体 也刊登评论文章 指泰勒的证词 已将川普的盟友和参议院共和党人逼致墙角 美媒WJXT新闻网站消息称 当地时间10月23日下午 美国佛罗里达州捷克森威尔市联邦法庭 将就华裔美国海军军官杨帆夫妇 涉嫌泄露秘密和从事违法活动一案 举行拘押听证 根据相关资料 杨帆今年34岁 海军上尉被捕前在捷克逊威尔海军航空站 海巡逻侦察武器学校工作 分属巡逻五中队工作 该中队可以飞行P-8A波赛东反潜飞机 美国之音报道称 杨帆于10月17日在佛州他所在的基地被捕 杨帆的妻子杨宇吉也在家中被捕 杨帆出生在中国 1999年移民美国 2006年加入美国籍 2011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读本科 专业式电脑工程 一年后在雪梨大学获得电脑工程硕士学位 杨帆受到多项指控 进口和制造枪支 将枪支转让给非美国居民 以及串谋违反联邦法律 对枪支交易商以及对海军说谎等 联邦检察官说 杨帆向美国海军和国防部 隐瞒了其跟另一位当事人 中国商人葛松涛之间的商业关系 美国之音说 葛松涛持有临时签证的中国人 法庭文件显示 葛松涛是上海威风科技公司董事长 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 威风科技向杨帆夫妇的BQTree公司 支付了至少20.5万美元 BQTree公司在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银行上的说明是 一家网上办公用品和手机零部件零售批发商 据该消息说 葛松涛和他的情人郑燕 于10月17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被捕 后被拘留在拉菲特教区教养所 郑燕被指控串谋违反美国联邦法律 走私闪存驱动器等设备卖给中国 在联邦调查局拿到的BQTree公司名片上 杨帆是公司顾问 齐齐是首席顾问 FBI证实杨帆因清风科技 在美国的一个项目提供服务 而获得每月5000美元的报酬 报道引述海军时报说 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背景调查 可以接触海军最高机密 前FBI捷克维尔逊主管 托尼在查阅22页的指控书后 指出本案最大的担忧人是间谍活动 据托尼说 间谍活动是第一位 第二位可能是以虚假幌子 将其他人带入美国 让他们针对这里掌握情报的 其他人开展工作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一名 20岁的大学生将中国政府 在该州的总领事告上法庭 指控该总领事污蔑他反华分裂 并使他面临威胁 总领事徐杰被传唤将于11月22日 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 以回应这一申诉 据英国卫报10月23日报道 这名学生名叫德鲁帕夫洛 他在诉状中指出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 兼任昆士兰大学教职的徐杰博士 指责帕夫洛从事分裂活动 并且煽动引发了对他的威胁 帕夫洛根据昆士兰州的 和平与良好行为法提出起诉 要求撤回评论和道歉 帕夫洛坚决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他是昆士兰州7月份支持 香港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 这次集会引发 亲中国政府学生的强烈反响 帕夫洛因此两度遭到攻击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和澳大利亚亲中媒体 对帕夫洛指名道姓 指定他为此次集会的主要组织者 总领事徐杰也在领事馆的 官方网站上发表正式声明 写道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进行反华活动家活动 引起大陆和香港的海外华人学生的愤慨和抗议 领事馆发表声明后 帕夫洛告诉卫报 他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的攻击甚至威胁 而且类似的威胁正在不断升级 本周 昆士兰大学昆仑分校的列农墙被人人为破坏 该校的指定抗议场所被破坏 帕夫洛的海报上贴着 不要侮辱中国人字样 不过 帕夫洛也表示说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在昆士兰大学就读的学生 曾经与他接触 他们表示 同意他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 但他们害怕参加示威游行 在列农墙上张添文章 甚至害怕与帕夫洛交谈 因为他们害怕打压 卫报的报道还指出 在中国领事徐杰发表上述公告之后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警告说 澳大利亚希望外国外交官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 和合法抗议的权利 即使在有争议和敏感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卫报通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要求总领事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 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昆士兰州参议院上个月决定 不向在职的外国政府官员提供名誉或兼职职位 现有合同也不会更新或延长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